你没有感觉过成功 你不知道成功是长成怎么样 所以如果来讲大家今天 不知道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我们可以的 就是今天做界定 参对的签字 精通签就是你们的签字 你们真的想要改变 不是只是一日一老师这个人 可以改变你们 我们的学生每一个人 你可以看到 他们都可以讲的 精髓出来 现在的COVID疫情 经济萧条 很可能把你的人 坏回去你的原点 所以要去学习新的东西 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你 你就可以把你的命运 掌握在你的手里 以财为本 以德为先 创造价值感恩社会 修身 齐家 自国 平天下 所有东西就是从自身开始 不断学习 相对的人学习 参对的人学习 然后 齐家 家 是补充能量的地方 我们回到家 我们就recharge 就可以重新出发 家齐了 共识 我们就用学到的东西 如果不懂怎样 置这个公司的话 就是要上课了 很简单 这样你才能够评分一下 还有成功概率90%或80%多好 你要问你自己 你能够承受吗 那个失败 如果那个失败 你是不能够承受的 这样东西你绝对不能够抖 因为导致你不能够翻身 反之 如果这样东西是80%会失败 20%会成功 那么失败了过后 只是扮你一条毛 你去进行 你是要拿这个事物的 你是要拿这个信念的 你去抖 叶家们 一定要不断的挑战自己 从书之前走出来 穷者变 变者通 通者久 然后呢 变子 绝对你的人生 你和怎样的人同行 就注定你会有怎样的思维跟态度 祝你们大家在这时期 学习到满满的东西的好不好 好有机会呢 我们在时期深处见 拜拜